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后的落幕时刻 躺在床上已经快要不行了 可他的好儿子李智 却还是一心要挖自己老爹的墙角 此时的他正在跟五妹娘激情四射 搂搂抱抱 谁料王公公刚好从旁边路过 看到了不该看的 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挂到哪门子疯呢 殿下 要这烫手了吧 对对对 是我刚才不小心 把手给烫了 他身为李世民身边最得宠的太监 都对两人的事 视而不见 更别说公理 其他人了 就是苦了李世民这个大冤种 自己在外带兵亲征高沟黎 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提枪上马 想在有生之年多给儿子挣点家庭 可让人没想到他在前线拼死拼活 李智这个好儿子 却在他爱妃身上转足了境 高沟黎一场惨败 更是直接成了李世民的一块心病 哦 百年 朕才要御驾亲征 要让小小的高沟黎勇士臣服 西清朕的战败之如 李世民的这一场大病 十日已久 养了好久也不见好转 越是生病的时候 越该精心调养 不能受外界刺激 可就在生病期间 又从乾州传回废太子李承前的消息 启禀皇上 洛阳传来消息 已废太子承前在乾州病故 嗯 你说 潜儿死了 不知该如何安葬 潜儿死了 潜儿死了 这无疑是让李世民 本就不好的身体 更加雪上加霜 一时间 李世民竟有些不能接受 就算李承前曾经要是军篡位 可那毕竟是自己跟长孙皇后的嫡长子 秦然就这样死在了自己前面 此时也顾不上李承前的戴罪之身 下诏要按国公之理厚葬 自从得知李承前的死讯后 这便成了压倒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 心里也知道自己大县将至了 赶忙召来长孙无忌 和楚穗良两位托姑大臣交代后事 今天 将太子 托姑来亲 被大唐设计千秋万代 二位爱情要多多辅佐